眼前的这本书 The Costume of China 中国服饰 是Alan在1980年代 在荷里活一间叫Honey Church的古董店买的 英国伦敦V&A博物馆 都有一本一模一样 这本书的最大特色 就是以外国人的眼光 来介绍中国古代不同行业的人 他们的服饰 有一位叫John Dathley的英国人 手绘出来的 你可以见到里面的人物 有着欧洲人的面孔 他们有些是鞋匠 看奸 在那里刺繡的女人等等 但是全部都穿着中国服饰 每个人旁边 都附有英文和法文的详细记录 关于他们的打扮 穿的衣服 和生活背景等等 而当中的人物 也都成为Alan 在1992年 为文华酒店内的饼店和花店 进行包装设计的一个重要参考 他将这些人物的形象 加到包装上面 再一次示范 收藏对他的设计的影响 继续 继续 继续